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两个半月 民主和共和两党全力争取少数族裔选票 中日双方同意就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展开协调 意大利中部星期五又发生两次 分别为4.3和4.7级的强烈余震 民众恐慌加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8月26号 星期五的BOA卫视新闻 我是李一华 美国总统大选选战越演越烈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 近日都陷入了唇枪舌战 双方都希望争取到少数族裔的选票 稍后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 另一方面 圆满获邀出席 湘江论坛的三位台湾主讲嘉宾 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 遭到国台办和中联办阻止入境香港 事件爆发之后 引发台港民众担心 港人治港是否只是一场幻想 北京的强硬做法 对两岸化解僵局是加分还是减分 节目中我们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 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聚焦美国的总统大选 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 只剩下两个半月的时间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 正在全力积极争取少数民族的选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一直把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 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 并指责他无视失业和犯罪问题 只把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当作是选票来看待 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川普对非洲裔选民说 十几年的民主党政府辜负了他们 并且说在11月的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 你们有什么好失去的吗 今年是千百万被民主党政策背叛的 非洲裔和拉美裔公民抛弃 那些让他们一次次失望的政客们的时候了 克林顿在沉寂几天后 星期四进行了猛烈反击 他在内华达州说 川普在讨论黑人社区时 一直表现出侮辱和无知的态度 他只看到了失败 犯罪 毒品和劣质学校 他说 令人可悲的是 川普没有看到黑人所取得的成就 例如商业的蒸蒸日上 黑人大学培养出的成功毕业生 以及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强大教会 他蔑视令我们国家强大的价值观 这是十分危险的 克林顿指出 美国司法部已经因川普 在把公寓出租给黑人和拉丁裔人时 涉嫌采取种族主义的政策 而起诉了他 星期四 川普在西汉布什尔的 一个竞选集会上说 当政策不奏效时 指控对手种族主义是民主党惯用的伎俩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接下来中日双方同意就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展开协调 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古内郑太郎 星期四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 古内是日本首相安倍政府内外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 他去年7月访华期间也曾经受到李克强的接见 两人的那次会晤曾被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破格的高规格接待 古内这次中国之行期间对中国方面表达了希望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时 实现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 此外日本还希望能够在年内实现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谈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将带你来继续关注 三名台湾政界人士日前遭到拒绝入境香港 这起事件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政治讯息 两岸僵局要如何化解 稍后我们将有事件的当事人为我们现身说法并进行分析 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BOA卫视新闻 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咨询委员范世平 和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在内 三位原本获邀出席在香港举办的湘江论坛的台湾主讲嘉宾 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 遭到国台办和中联办阻止入境香港 事件爆发之后引发台港民众担心 港人治港是否只是一场幻想 北京的强硬做法 对于两岸化解目前的僵局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 为您连线遭到拒绝入境香港之一的 行政院陆委会咨询委员 同时也是台湾师范大学 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 请范教授来为我们进行说明 范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我们知道您被拒绝入境香港的理由 是您曾经在这个自由时报 撰文表示支持蔡英文总统 那么您觉得以被这样的理由 拒绝入境香港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还有您本来要到香港的 这个演讲的主题又是什么 我当然是觉得相当的意外 因为其实我除了在自由时报写文章之外 我也在中国时报 也在联合报 也在苹果日报 也在旺报写文章 那我们都知道这些报纸 它的立场可能是比较偏蓝银的 其实我觉得我是蓝银跟绿银的媒体 我都有写文章 更有趣的是 就在我被拒绝要前往中国大陆 前往香港的那一天 我还在接受旺报的这个所谓的访问 所以我觉得旺报在台湾的色彩是 很多人认为是深蓝的媒体 甚至有点亲中的媒体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个理由 因为在自由时报写文章就被拒绝 我觉得这个理由的确是让我很诧异 第二个我也觉得就是 好像在台湾好像没有这个 所谓的言论的自由 就是你在这个媒体讲 只要写文章就被贴上标志 那应该是要看是说 我在自由时报写了哪些文章 或者里面的内容有哪些是 这个具争议性的 我觉得这都可以理性来讨论 而不是因为你在自由时报写文章 就不能去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说服的 我觉得台湾民众 也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一种 罔顾言论自由的一种做法 那另外说我的这个报道里 我的文章里面 好像支持蔡英文 其实我一直是 我的言论一项是强调 这个两岸之间应该要沟通 我也很多地方也是肯定了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他在这台工作上的一些 比较大 就是比较积极的作为 我也是可以肯定 并没有说完全就是一边倒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包含他在两岸这块 特别的克制 那520之后呢 两岸关系也没有地动三摇 这点我当然是可以他肯定了 但是他应该被批评的地方 我想我也会 自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 可以批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大陆这个说法 我是比较不能够接受 那另外我本来要去 发表的这个 这个题目就是我认为 蔡英文跟习近平呢 在520之后呢 其实正在互相累积 善意 也在增进彼此的互信 那我的题目就是这个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题目 是不符合中共的主旋律吗 还是怎么样 这是我觉得比较压抑的地方 是 范教授您刚刚也提到 平时您是在这个 不同的媒体阵营 都有这个发表文章 那么就是对于 不管是时事 还是两岸关系都是提出 您认为比较客观的 一些这个说法跟评论 那这一次的这个 北京政府的这个做法呢 让您有种没有言论自由的感觉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这一次北京的做法 比陈水扁执政时期 还要更加的强硬 似乎也要更进一步 逼迫蔡英文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 这一次相将论坛的主题 其实是两岸僵局如何化解 对于现在这件事情来说 有点讽刺 那么您认为北京这么做 对于两岸僵局的化解 到底有没有帮助 是帮 提供了帮助呢 还是帮了盗忙 我觉得当然是帮了盗忙 我觉得这一点 如果说因为这样就 我们三个人 没办法去香港 然后蔡英文明天早上起来 就说我承认九二共识 我想这是天方夜谭 那台湾其实民众 在这次的总统大选 已经表达对于 九二共识的一个质疑 那我们看到最近 像这个联电的董事长 曹新成先生 他过去是很支持两岸交流 他自己也出来讲 对九二共识是质疑的 就我觉得对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 台湾是普遍来讲 是产生忧虑的 那硬要说逼蔡英文去承认 我觉得这其实是 跟台湾的这个民意 有很大的差距 那这一次的 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做法 也让我很讶异 比如说像杨伟中先生 他是说因为他担任 这个不当党产的 这个处置委员会的委员 那其实不让他去香港 不是更坐实的 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是跟国民党的 这个党产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其实国民党的党产 在台湾大家都认为 我觉得甚至是国民党 内部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都认为应该要去做处理 他是国民党的包袱 是个累赘 可是看起来好像 中共还是站在 国民党党产的这一边 那本来台湾内部 对于国民党党产的 这个处理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还是认为 比较同情国民党的 那现在这个立场 完全不存在了 因为国民党是在 中共的支持之下 的这个党产 那当然要好好地清算一下 所以我常常觉得 这次大陆不让杨伟中 去香港 其实反而是 害了洪秀柱 反而是帮了民进党 因为他要处理国民党党产 就更具有正当性了 所以我也不晓得 是帮到谁的 例如你说像这个 这个郭 这个我们叫做立法委员 郭正亮先生 郭正亮先生 他这个已经是 当然他说他是 其实他还没有地埔 其实他过去 在这一年都去过香港 那这次不能去 我也觉得很压力 其实他的身份 他的言论 都没有太多改变 他之前去也是前 这个立法委员 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地埔 也是前立法委员 那为什么不能去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而且其实郭正亮先生 其实本来被民进党党内 还被批评说 他好像比较亲中 跟大陆关系比较好 我看这次 其实也是帮他 做了一个解释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次 我或许他们想要 这个有些想打压吧 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不在 而且对于蔡英文 也不会形成压力 反倒是增加台湾民众 对大陆的一个反感 那我觉得其实 可能我自己是研判 我觉得这个做法 其实可能也不是 针对两岸关系 而是针对下个礼拜 即将到来的香港的选举吧 就大概在是大陆的 这些中联办这些单位 他们可能担心 这个可能我们去了香港 会引发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干脆就要不要去 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 我就是想要再提问 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曾经有中国学者 他表示 就是两岸之间的互动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出现了许多的变化 那么是由以前的 这种由上而下的 这种带动呢 将转变成为一种 由下而上的一种模式 也就是民间的交流 将取代这些官方的互动 从这次的事件来看 以及这个星期 刚刚落幕的双城论坛 我们知道 我也注意到您 这个在苹果日报 今天发表的一个 有关双城论坛的评论 您是否同样这样的说法 还有说就是 是不是以后两岸的互动 必须要有前提 就是你不能是绿的 你必须要跟国民党 站在一起 才能进行交流 那这样的双城论坛 你除了跟这个新北市 台北市 还有金门 南投 那你还能跟谁论坛呢 所以你搞了半天 就这几个县市 就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应该是要 怎么样的去思考 台湾的社会 已经出现了 这样一个民意的转变 那你如果你的双城论坛 永远都是这几个地方 都是蓝银执政的县市 其实我觉得 对国民党来讲 也不见得是有好处 你看这次朱立伦 跟这个沙海玲见面 他刻意的低调 我觉得低调到 甚至就是让人家觉得 他好像很害怕被别人发现 他跟沙海玲见面 我觉得也会不需要如此 那可怕他也是担心 就是说他被外界批评 说他好像过于轻松 所以他这次有点 就是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他如果要跟 台湾的社会互动 还是应该多跟主流的民意 特别是年轻世代 或者是现在台湾的 这个中间选民来沟通 而不是都是找一些 他喜欢听的 或者是他觉得顺耳的 学者专家 或者是容不下别人一点批评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善意的 我们都是希望大陆能够 对台政策能够更成功 我们都是希望大陆 不要做一些 这个方道忙的事情 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让我们看起来很于心不忍 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 两岸关系好 可是却是好心做坏事 这个其实我们是不乐见 像我过去以来 我的立场 我都是希望大陆能够 对台工作能够更有成效 也希望两岸能够更多的互动交流 向民彼此的误解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范教授 为我们进行的分析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连线就只能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台湾师范大学 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 范世平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有关更多台海两岸的发展最新消息 欢迎您随时登入 美国之音中文网进行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香港立法会选举 即将在下个周末登场 选情紧张激烈 不过根据路透社日前报道 支持香港独立的活动人士表示 他们近期不断被本地亲中媒体 骚扰和跟踪 路透社曾经就此事 联络过香港中联办和大公报 他们都拒绝做出评论 不过三名不愿透露身份的 大公报员工 告诉路透社记者说 他们没有见过这些人 并认为他们不是大公报的员工 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背后 到底有没有北京势力干扰 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否还存在 下面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 香港独立评论人士 谭志强博士 请谭博士来为我们进行分析 谭博士您好 您好 是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 透过根据路透社25号的一个报导说 有多位香港本土派的候选人 都遭到亲中媒体的骚扰 就您的观察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搜集到的这些讯息 跟这个情资 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跟用途 我想这些人应该不能算是记者 也更不是我们一般意义所谓的狗仔队 因为在香港狗仔队的那个工作 是有一套规范的 也就是说你在正常的途径 没办法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 于是你就用那个我们叫化身采访 隐蔽的行为去偷拍偷怒 某一些就是说 可能是一群非法的活动 我们才用手一口 当然很明显 这些人根本都不是嘛 尤其是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 跟踪党独分子梁天琪的这个 访问自己的大公报 但事实上 我们后来查出一大公报的记者 他虽然以前 是在苹果一报系统下面的一本便利 后来可能费时一分 狗仔队的八卦杂志里面工作很久 我们通常都是不跟人家争吵 反正就走开这四十样子 这很明显 你问我这堆人 我觉得他们是因为他知道 他本身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 因为有人自称他是阿爷 这是中共的代号派出来的 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 当然他的所谓狗仔队是个借口 而真的目的应该是恐吓你 是 谭博士 也有分析人士说 就是香港的亲中媒体 近年来实施了战略的转型 那么这些媒体开始组建一些调查团队 有组织有计划的对香港的这个 异议人士进行情报的搜集 您认为这样的做法 对于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情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影响是不大的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大公文会这个报纸 在香港一般都不会 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新闻媒体 通常我们只能把它当成 共同共产党的牢蛇 所以它不能怎么乱报 我想一般选民 尤其清泛民主派的 根本就不会受到影响 香港选情受的最大影响是一些 自称民主派 或者自称民主主义的人出来开票 也就是本来你民主派 大概5%到8%这个当选一个人的 都把你拆到5%以下 于是你是高标落选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这种叫假本土 跟中共的这些候选人 可能影响会更大 是 那么我们也知道 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 您认为北京政府曾经说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有兑现吗 那么现在香港的这个立法会选举 到底是不是完全独立 然后自治的一种情况 我想这两个分开两段来看 港人治港是让你看邓小平 有关一国两制的五篇的讲话 这讲得很清楚的 这个港人一定是爱国爱港的人 我们国家当时是中共共产党的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这种港人算不算是真的港人呢 我想大家心中有数也不必多评 然后另外就是说高度自治这个我想就很简单 他说你多高就有多高 他如果觉得你应该是身高六尺的男球冠军 于是你的高度自治很高 当时他反过认为你是白雪公主 上边的小矮人 于是你就只有四尺左右 要认为小矮人嘛 觉得很明显 比如说刚刚这几年接收的时候 尤其做手势到比较放心的 懂金融的时候 你当然高度自治很高嘛 现在觉得你香港人 因为开业务顺免 而且已经回归19年了 别人比这香港人 忍得很久了 于是就慢慢晚都应该属于 香港的权力慢慢收回来 于是你就觉得很矮 我想八个都是无始 因为高度自治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 他跟完全自治不一样 完全标准 完全自治不是零 就是一 精精准准 可是高度自治就是5% 还有50% 还有50% 可以随便共产党说的嘛 所以你也不能说共产党骗大家 我对自治愤者跟有关的文件事很清楚 好的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和谭志强博士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香港独立评论人士 谭志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也请观众朋友们随时锁定美国之音 我们将派出记者团队 全程关注香港选举 为您掌握最及时的发展和讯息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 中国即将宣布推出了 世界首个藏羽搜索引擎 不过却搜索不到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请您不要走开 稍后来我们带您来看 有人这样站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先来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BOA卫视新闻 这个星期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 中国宣布推出世界第一个藏羽搜索引擎 名为云藏 根据报道云藏搜索引擎 系统能够提供搜索 藏文百科自动问答等服务 还能为用户提供注册邮箱 不过根据美国网络杂志 时音测试之后 发现在云藏上用藏羽搜寻达赖喇妈 却无法显示达赖喇妈的官方网站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为您连线 人在华盛顿的西藏问题分析员 同时也是达赖喇妈 驻北美代表办公室的 共嘎扎西先生 来为我们进行介绍 共嘎扎西先生您好 您好 是的 首先能不能先请您介绍一下 云藏在藏羽中的意思好吗 就是中国推出这个 云藏的搜索引擎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对 最近几天来在那个 青海黄南州的藏文信息研究中心 推出的那个信息 在各个网站上都有刊登 但是云藏这个意思呢 它是从藏文里面的 把它 音把它译出来 就是音译 我们藏语里面讲 那个叫永敬 但永敬的意思 从这个字意上来看 它是经诗的意思 就是那个经书的经 老师的诗 经书的意思 那它给人的意思是 给人的含义是说 我们就是问什么问题 他一定会回答 那我们有什么问题 他请求 我们可以立刻获得 您所需要的答复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在一个藏文的搜索品牌上 取了那么一个名字的时候 他给人的意思 你搜索什么东西 像我们的在国共里一样 你搜索什么东西 都可以显示出来 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永敬 所以那个永敬两个字呢 音译的时候 在中文里面找不到 它同样的音的字 所以它取了云藏 云藏这么一个意思 是 那么根据这个 时音杂志的介绍 他们邀请了这个几名 讲藏语的人士 对云藏这个搜索引擎 还有谷歌搜索引擎 进行测试还有比对 结果发现 这个两者的搜寻结果 差别很大 比如说在云藏 用藏语搜索自由西藏 出现的头条是 中国的人民日报的文章 那么在用谷歌 来做同样的搜索的话 显示的结果就是藏人团体 那么云藏用藏语搜索 达赖喇喇嘛 却不显示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 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的很多朋友 也搜索了 现在这个搜索平台呢 我认为并不那么完全 比方说我的一个朋友 最近在搜索那个里面 他就打了那个 达赖喇嘛官方网站的网址 网址的时候它显示出来 但是显示的东西 是另外一个网站 并不是达赖喇嘛的官方网 另外有同样的一个意思 在那个去年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 那个西藏活佛搜寻的一个网站 这里也一样 如果我们这里面打进去 达赖喇嘛 或者在西藏四大教派 还有奔久的其他高僧都在印度 所以我们打进去的时候就收不到 所以从我本人看来 有这么一个搜索平台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这个搜索能让人满意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 比如说那个图片也好 或者新闻也好 因为那个网友去搜索的时候 应该要搜到这个东西 所以最近那个石英杂志介绍一样 我们的一个朋友在达赖喇嘛沙拉 印度北部 他搜索了那个达赖喇嘛字 就显不出来 然后他打其他网站的时候 他里面给的意思 虽然可以打开但是显示的并不是我搜索的那个东西 他显示就是一个官方的网站或者其他人民日报或者其他日报这样的网站 所以这个从这个上来看呢 最近推出那个搜索平台并不能让那么满意 今天早上呢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尝试了从这个 我们从在美国打开云葬的网页来进行测试 不过却打不开网页 那么一些已经使用过云葬的网民 也提出批评说这个搜索引擎不好用 那他称他的这个本质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宣导平台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搜索引擎 请问您本人试用过这样的这个搜索新的搜索引擎吗 还有您看好云葬的前景吗 是我试用过但是并不是那么顺利 比如说他这里面 比如说我打了一个西藏历史的财 就是一个我们就语不拉刚 或者一个意思 我进不进去 是因为我技术的不够呢 还是那个搜索品牌的不完全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的一些朋友搜索过 搜索过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东西呢 并不是我搜索的那些东西 所以从这个上来我对云葬目前的看法 因为这刚刚推出嘛 刚推出以后我们还不能确定 他今后会怎么样去发展 但是呢 云葬里面的东西呢 比如说关于历史的问题 关于达赖喇嘛的问题 关于西藏的问题 如果你就算能够找到 这些新闻都是官方版本的 这里面有一个新闻搜索的品牌 这里面打进去之后 你所收到的就是官方版本的 所以我对云长的那个前景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有这么一个搜索品牌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现在尤其在西藏境内来讲 西藏境内的人多么希望了解 外面世界的发展 尤其是达赖喇嘛 在世界各国访问的时候 到底达赖喇嘛做了一些什么 他们很想搜索 如果在Google里面的话 我们打进去立刻可以搜索 但是您也知道目前Google在大陆 还有在西藏呢 就是屏蔽的 收不到 那现在唯有的就是那个 最近推出的那个勇金 那我刚刚讲过嘛 勇金就是我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但是这个呢 对我们给的印象就是 目前并不能让满意 所以我对云长的那个看法呢 我们还是要 现在目前的看法还是看不好 因为境内的大人 他们也知道 云长虽然有这么一个云长 但是你去搜寻的时候 并不能找到我所想找到的东西 那大陆境内的人呢 因为他们现于目前政治的环境 他们不便评论 对云长 如果对云长这个平台 他们评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可能会扣一个政治的帽子 是我们也持续的关注这个云长 这个搜索引擎的发展 看未来能不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非常感谢达赖喇嘛尊者 驻北美办公室的贡嘎扎西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 BUA卫视新闻的采访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 第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 开课讨论1989年 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 华裔教授何晓卿 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作为一个寻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 他认为最大的困难 不是对事实的争论 而是价值的争论 也就是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强大 是不是可以牺牲人的生命 作为代价 他认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 知识分子沉默 都与八九后当局处于执政危机 重建镇压合法性的整套做法有关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张珍在纽约所作的报道 何晓卿从2010年开始 在哈佛大学开设 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研讨课 他认为历史真相不清 不是没有人愿意说 而是没有机会 一方面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 他们的一个版本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 历史学家 包括那个亲历者 天文母亲 他们的这个说法 可是这个说法 往往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 那种我们要去 就是说好好的 寻求这个真相 对不对 但是何晓卿认为 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 而是价值之争 这个对后八九以后 这种镇压合法性 这个这个这个合理化 正确合法性 那那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 为了国家强大 可以牺牲人的这种生命的 这种做法 那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价值影响了 这个后八九这一代的 年轻的一代 或者甚至是 不要不能说只是年轻 还有很多中国人的 对这个 对这种自由和民主 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 曾遭遇爱国愤青 面对事实 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 何晓卿仍然认为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就是说 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 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 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 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 我也可以不同意 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讨论的 这种公开讨论的这种自由 出生于广州 八九民运时 还是个高中生的何晓卿 就加入了抗疫的行列 那场运动影响了 他对生活的选择 2002年 他辞去了国内书室的工作 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 2008年继续到哈佛大学 读博士后 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 何晓卿承认 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 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 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但是这种很深的恐惧 或者是自我的审查等等等等 那其实都来源于 我们这种很深的可能对家庭 对自己的事业 对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爱 什么的 就是说当这些 我们要在恐惧底下 做研究的时候 那这个implication 其实是很performed的 但何晓卿表示 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 聚集一堂 参加像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 令他备受鼓舞 那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大概什么都不能改变 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 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就是不会有改变 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 那就是最终就会有一个 更加好的明天 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 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6425周年时 何晓卿出版了 《天安门流亡者》 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 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营领袖 王丹 沈童和易丹轩 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 追寻八九前后 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 2015年 何晓卿转赴弗蒙特州 圣迈克尔学院 任历史系助理教授 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 和中国人权课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 纽约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 美国有关当局说 中国核能国企 向美国核能专家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提供美国的核机密 美国媒体报道说 有华裔专家 涉嫌卷入了这个案件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就要邀请海涛 来和我们谈谈这起案子 欢迎海涛 你好 依华 是 那么先和我们谈一下 这个中国广核集团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它是怎么样和 这个美国的核能专家 扯上关系 是这样 这个中国广核集团 是在中国广东 深圳福田区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提供核能的 这么一个中国的中央企业 他也是 美国卫体说 它是中国最大的核能企业 那么它这个核能企业 需要从海外 比方说需要从英国 法国 还有美国 得到一些最新的一些 有关核发展的技术 那么它就需要 美国方面的一些专家 来帮忙 在这个时候 他们找到了一个 在美国 学习核能企业的 这么一个专家 据说是 他是从台湾来的 他叫何泽雄 那么他们请 何泽雄当顾问 这个何泽雄呢 他因为他在北国受的教育 他有认识很多美国的核专家 他就广泛的邀请这些核专家 来到中国去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整个的背景 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是 您也提到这个华谊的工程师 这个何泽雄 是他这个被雇用 那么他和这个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有说他具体 有没有提到他做了哪些 提供了哪些讯息 何泽雄呢 今年66岁 他是有的报道说是他在台湾出生的 那么也有报道是他在中国出生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最近那个 他从那个美国英雄诺大学 拿到这个工程 核工程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呢 他1996年就自己成立了个公司 那么他这个公司呢 就是提供这个核资讯的服务 他就受聘于中国这个广和集团 他就在广和集团当顾问 与此同时呢 他从美国招聘了一些 他这个核能界的一些专家 给这个广和集团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这些美国专家呢 后来跟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就透露 就是说他们在中国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中国那个广和当局呢 就要求他们提供一些 美国的这个有关核材料的一些 核能的技术的一些这个机密 而这些机密呢 按照美国的这个规定 是不能随便泄露给其他国家的 是这个在核能机密 其实在美国也是相当的敏感 不过您刚刚提到说这个 何泽雄他这个受雇于这个广和集团之后呢 提供了一些美国专家 让这个就是 广和集团雇用 雇用对 那么有多少的这个核专家 涉及到了这个广和的有关项目 还有说这个有多少人和中方最后配合 然后提供了美国的这个 透露了美国的核机密讯息 具体的数字 因为美国这个彭博通讯社呢 他透露出是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透露 是起码有一些 它是用的副数 起码有一些专家 就是到中国服务 然后被中国要求提供这个美国的核机密 那么好几个专家就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就是没有提供合作 但是有一位专家 他碰巧也是一位台湾来的一位美国专家 叫秦宁格 他就据说是 他向FBI承认是 他配合中方提供了有关的这个材料 那么这样下来呢 就有两位华裔的这个美国专家涉嫌起案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何泽雄 还有就是这位秦宁格先生 他们两位据说是提供了这个有关的核材料 但是这个何志雄先生呢 他是4月被捕的 他没有承认他有罪 那么他的案子呢 尽快也会就是 美国的联邦当局也会就是开庭审理 所以这两位都有被这个 就是要被这个进行审问吗 就是开庭审认 他们都是在同案的 都会被起诉 那么秦宁格先生呢 已经认罪 他承认他提供的材料 那么何先生呢 他不认罪 那么这两个就华裔学者呢 专家呢 都要在这个案子当中 一并得到处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 为我们进行的介绍 有关媒体观察的更多讯息 欢迎您锁定 美国之音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随时登入 美国之音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B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美国移民改革 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逸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机器内 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BOA有问题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有问题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B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 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有文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 星期五 土耳其东南的集资瑞士 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至少有八名警官丧生 数十人受伤 当地电视新闻频道显示 在一个巨星市警察哨所的地方 发生爆炸之后 天空中弥漫着一大片浓烟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 星期五早上六点半左右 吉兹瑞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的 舍尔纳可省 人口以库尔德人为主 意大利中部星期五又发生了两次分别为4.3和4.7级的强烈余震 造成了更多的破坏和恐慌 自从星期三 李氏6.2的地震以来 该地区余震不断 严重影响了救援工作 也使得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当局说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267人死亡 将近400人受伤 香港出现第一例债卡病毒感染 患者曾经到加勒比海旅游 目前香港卫生署正在采取控闻措施 防止进一步病毒传染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A卫视新闻的报道 香港证实出现首例债卡病毒感染 城市目前高度警戒 预防进一步的病毒传染 在星期四8月25日召开的记者会上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疫中心总监梁挺雄表示 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 预防病毒更大面积的传染 根据协议我们继续我们的调查 并且已经从医生和病人处 获取了各种信息 我们将病人安排在一家无闻医院 基督教联合医院 我们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措施 以防止更大面积的疾病传播 由于这是一种通过蚊虫传播的疾病 最重要的一点是控制香港的蚊虫数量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表示 他们正在采取控蚊措施 包括患者的住家和工作单位附近喷洒药物 我们在病人的住家工作单位 以及在香港停留过的地方各500米范围内 进行了一次蚊虫调查以及控蚊工作 控蚊措施的目的是抑制成年蚊虫的数量 来降低疾病扩大传播的风险 患者是一名38岁的外籍女子 她8月6日至20日期间 与三名家人赴加勒比海旅游 本周一返回香港 化验结果显示 她的家人没有感染病毒 债卡是一种通过蚊虫传播的病毒 受感染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轻微发热 皮疹 节膜炎 肌肉和关节疼痛 浑身虚弱等症状 通常持续2至7天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 对孟加拉国的访问期间 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手法 比以往更加细腻 他们以外国人 世俗伯克 活动人士 及少数宗教信仰者为目标 对于一个也信仰和包容知名的 穆斯林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 孟加拉总理谢赫哈希纳的政府 责怪国内团体 认为他们是这些死亡事件 发生的原因 谢赫哈希纳政府 对此真的只是采取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已经有几年了 政府只是想要把责任 怪罪给政治反对派 而不愿意承认 有任何极端分子的问题 无论这些影响力 是来自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 只要将来他们再度来袭 孟加拉国都准备好 对付这些敌人 孟加拉国 印度 美国 及其他国家 经常就恐怖主义活动交换情报 穆罕默德 齐亚乌丁认为 这种合作成功地阻止了一些 正在计划阶段的可能袭击 关注孟加拉国情势的人士 丽莎科蒂斯 注意到这个发展中国家 在世俗主义及宗教极端分子的 分裂意识形态中 正面临着日渐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克里国务卿应该对谢赫哈希纳 总理表明的是 除非政府与反对派有政治对话 否则几乎不可能达成全国性共识 来对抗极端主义 而极端主义才是孟加拉国 面对的真正威胁 克里星期一在打卡的公开发言 将在孟加拉国内部及海外 被仔细检视 那也是对他的访问是否成功 是否能促成双边加强对抗 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的观察指标 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8月25号星期四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来自中国 加纳 萨尔瓦多等 34个国家的人 面对二战纪念园 被对华盛顿纪念碑 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 任余扬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40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的人们 在美国移民局局长 罗瑞格斯的带领下 在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前 庄严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25日 总共将有450人 在全美各地不同国家公园的 16场仪式中完成入籍 这些仪式代表着美国移民局 与国家公园管理局 自2006年以来的合作关系 两个机构共同推广 对公民身份的意识和理解 今年是国家公园管理局 成立的100周年 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一年 举办至少100场这样的入籍仪式 国家公园管理局 代表着美国人伟大的承诺和努力 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 向我们的自然和历史环境 进行投资 在这样的地方举行庆祝典礼活动 对他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罗瑞格斯说 就像二战纪念碑所诠释的 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 来捍卫自由 保卫安全 因此在此入籍给人们宣告的誓言 增添了更大的意义 这批新公民们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中国山东的杨富龙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 来自加纳的马哈马沙哈渡 再过几天就35岁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还在祖国 对于这场特别的仪式 他十分兴奋 很有趣 特别是当他们开始点名 一个一个的国家时 34个国家 听起来太棒了 非常有趣 而且我很自豪参与其中 沙哈渡说 他怀着寻找更好的机会 为家人提供更好生活的初衷 来到美国 入籍以后 他会更努力为他的国家 也就是美国而服务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官网数据 2015年共收到约78.3万份 入籍申请 其中共有约73万人 获得批准完成宣誓 罗瑞格斯局长说 像这样的欢迎新公民的宣誓仪式 每天都在发生 而每一个新公民的背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常说 我们机构审查的每一份文件 都是一些家庭的希望和梦想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梦想 这通常也是这个家庭 在别处的苦难和受到挑战的故事 所以每一次我们举办这样的庆祝仪式 其实都代表着结束的一段历史 一场新的希望 一个家庭新的开始 当天 美国西部的大峡谷国家公园 和马里兰州的麦克亨利堡等地 也举行了相同的仪式 截至目前 两个机构已经进行了78场 新公民入籍典礼 美国之一海伦 任玉扬 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的主要政党 开始在农村展开竞选活动 为了赢取明年6月的公社选举 这次的选举的情况 也被视为2018年全国选举的风向球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从柬埔寨所做的报道 正是在这片乡村道田间 柬埔寨政坛的一股新势力指出 变化正一触即发 一年多前成立的草根民主党表示 民主意识正在农村选民中蔓延 他们对以柬埔寨两大政党为代表的 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感到厌倦 厌烦了等待省政府预算 发放国家资金 这个村子的农民们 自己凑钱修建了一个灌溉系统 让整个社区受益 大家都同意 如果我们不去修建 而是等政府拨款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灌溉系统 因为公社主席说 公社的预算 不能用来修建这个水渣 曹根民主党说 这个社区的精神 正在扭转坚布寨的政治现状 该党创始人说 集体决策在农村地区并不常见 村子和公社主席 对金边的领导人负责 村民们大多对此以司空见惯 一开始农民们的合作团体 团结起来 是要为自己的农产品 争取更好的价格 而现在他们把目光 投向了地方政治 草根民主党的创始人说 他们从首都附近的村庄开始 与失望的选民们接触 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就经济发展 健康 教育 甚至外交关系等一系列政党政策 进行辩论和投票 简而言之 我们的政策 关注农村地区的草根 和权力分散的发展 从而确保在公社里的每个人 都有足够的能力 自由和资源 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然而 在一个有着政治暴力历史的国家 改变惯例可能充满危险 7月间 著名政治分析师耿来 在金边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时 遭到了暗杀 他之前的研究 帮助了草根民主党的成立 这起谋杀案与数年前的 政治仇杀事件极其相似 震惊了柬埔寨的整个农村地区 这名被暗杀的政府评论家 生前因其频频出现在广播节目中而出名 草根民主党目前仅有2000名成员 它的发展还比较缓慢 但是这个政党 正不断获得农村选民的青睐 这些选民政治参与度更高 联系更紧密 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也更多 美国真记者德卡特雷特 金布寨茶交省报道 虚拟现实占据了今年的消费者市场 你只要有耳机还有智能手机 就可以观看虚拟现实的内容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卢卡斯·威尔逊热爱那些 让他发挥创造力的新技术 我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所以现在他使用虚拟现实来制作内容 每个导演 每个创意人都想要做虚拟现实 因为它是新鲜的 非常酷 不过消费者们又想看一整部电影 还有些时日 威尔逊说原因有几个 首先观看科技还在初始阶段 透过这些镜头观看超过15到20分钟 你就会感觉到眼睛疲劳 就需要休息一会儿 他说推销虚拟现实内容很昂贵 公司开始琢磨如何让消费者为此付费 一些人说 由于观看者有360度观看的自由 制作一部完整的影片 存在艺术上的挑战 我想没有人知道 是否能用这种技术来讲故事 必须进行尝试 来看看消费者是否想要观看 否则我们无从得知 威尔逊说 360度的视野 使导演有了更多挥洒创意的空间 如果你愿意这么看的话 这其实增强了创意 它们不再局限于16比9的屏幕 在人们戴上虚拟现实眼睛的 头10秒到15秒 它们会到处看 不过之后 它们就会聚焦在电影的情节上 威尔逊说 传统的电影技巧 比如说灯光和取景仍然重要 但还可以使用其他高科技音效 比如说杜比全景声来拍摄 如果你带着设备 然后一个声音在你后面 一个很响的声音在你后面说 在你后面 你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 这样你的注意力 就会转移到布景的其他地方 这可以是一个拍摄技巧 威尔逊说 拍摄电影重要的是让观众产生共鸣 而最棒的方法就是让观众 身临其境般的融入电影情景之中 为了虚拟现实 这成为了可能 美国之音李爱琳 洛杉矶报道 纽约一个初创公司 设计了一款应用程序 利用虚拟现实 带人们参观世界著名的艺术馆 下面继续是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很多人都通过网络 领略过遥远地方的景色 比如用谷歌地图 或者看网站上的照片 不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跟森林奇境相比 只有一臂之遥 一个名叫Wolfbert的公司 希望让对艺术感兴趣的每个人 不论在何地都能够享受艺术 公司合伙创始人伊丽莎白·李德 通过skype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说起来很轻松 但我们是认真的 要让人人都能接触这些宝藏 通过接触他们学到东西 现在使用者可以参观 六个艺术博物馆 包括伦敦考陶尔德学院画廊中 著名的印象派艺术品 珍藏 还有很多其他作品 参观者使用虚拟空间技术 只要将头转向不同的方向即可 低下头就可以看到 虚拟iPad上的艺术品信息 虚拟现实的参观者 还能够进入动画艺术品 获得更多信息 Wolfbert的手机APP 适用于各种虚拟现实眼镜和智能手机 各个展览馆被连接在一起 这样参观者能够方便地从一个进入另一个 你可以想象你通过Wolfbert参观了大英博物馆 之后你可以去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或者去纽约的或者华盛顿的 把它们连接起来 展览馆中装有特别的高清摄像头 这些都是我们的工程师的功劳 他们把这么多的数据连接起来 给我们真实的感觉 并不是一个模拟的感觉 现在这个APP是免费的 不过随着参与艺术馆的增多 Wolfbert公司计划象征性的收费 预计每到八个星期 就会有新的内容添加进APP 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聊 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 时间停止不动 是只有星期吗 I thought it was Friday Time is standing still this week 今天星期三 我以为已经星期五了 这星期一时间过得真慢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fun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fun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fun 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 I can't believe it's Wednesday I'm having so much fun at work this week I guess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fun 我不敢相信你已经星期三了 我这周工作得很开心 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Not enough hours in the day Not enough hours in the day Not enough hours in the day 一天的时间不够用 With work, school and my part-time job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 aren't enough hours in the day to do everything I want to do 不要上班,要上课,还要兼职 有时候我觉得一天的时间 不够做所有我想做的事 好,请请问告诉我 Do you feel like time is standing still Or flying by this week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8月26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卫视新闻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 或看法 或者想和我们联系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 at gmail.com 我是李奕华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先来欣赏一下 今天龙飞船SpaceX Dragon 离开了国际空间站 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的画面 稍后也请您继续收看 由您新主持的焦点对话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